为我大瑶征战多年屡历战功 身上挂满了伤痕 此次为我大瑶的子民 断了一只胳膊 可他无怨无悔 更何况他从小带你练功习武 你能说出这等话来 真让我寒心 大瑶 丹珠殿下也是一片好意 吴刚为国家操劳了这么些年 如今断了手臂 上了战场自然危险 我们可以给他另行安排一个职务 大瑶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选 说冯蒙 这个冯蒙不但颇有勇气 听闻他的剑术也十分高明 我认为取代吴刚 他是不二人选哪 好了 我知道了 大瑶英明 今天 我叫你们来 不是为了这些小事 而是 有件大事要向你们宣布 丹珠 儿臣在 怎么还不走 儿臣告退 各位 各位 我年事已高 应该退位了 大瑶 不可不可呀 天下不能没有大瑶啊 大瑶圣明啊 您为天下子民操劳了一辈子 该已养天年了 更何况丹珠殿下 年轻体壮 德才双修 早就该继位了 可我不准备把位子让给丹珠 不可不可呀 自轩原皇帝至今 这天下是我们高阳市一脉 代代相承 如今 我们高阳市的天下 就要让给外人了 天下 不是高阳市一家的 是天下子民的 复成子稷 到我这儿 就终止了 可不复成子稷 这怎么可以呀 我要善让 这这这这这 这这这 回家了 一路上让我背你 真是 站住 怎么了 何一啊 刚才有人来报信了 让你到那个高瑶府 去领赏受风 估计呀 这次你要发达喽 不过我可先说啊 当了大官 可不能把咱们忘了啊 你别忘了 这摄日 也有咱们家嫦娥一半功劳啊 老爹 老爹 您放心吧 我不会忘记的 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 那您要说什么 嫦娥帮你摄落了九个太阳 对吧 对 这按理说 她的功劳和你是一样大的 对不对 对 但是她是个女孩 她当不了什么官是吧 那你要是有机会 进来那个什么 大司令高瑶 你就在她面前提替我 是吧 我就勉为其难 替我女儿当个官 行啊 爹 你别欧毫毫了 你记住了别忘了 干什么这事儿 嫦娥就嫁给你 你恩什么恩呐 赶紧去吧 这个我来报馆吧 你去吧 去吧 那我去了 去 这个不适合您吃的 上火 我把这夜馆 上上下下连连连连都看了一遍了 别都安排好了 什么安排啊 你就住东相房 后翼就住西相房 那你呢 我住三套正房 三套 你一个人住 怎么住啊 怎么不可以住了 我上半夜我住一套 此时到午深我再住一套 我下半夜我再住一套 您不嫌折腾啊 滚赢 舒服 哎呀 小姐 怎么了 自从你从金元回来 就奇奇怪怪的 你有心事啊 我再想 我在想 谁啊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站住 卑女人那个人给我站住 哎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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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好了再说 哦 你这是她呀 她怎么了 她靠近我的时候 怎么会有被雷坯一样的感觉 嗯 阿酥酥的 小桃 你说 为什么被男人碰了一下 会有被雷劈一样的感觉呢 小姐 我还没有感受过被雷劈呢 那是什么感觉啊 只能意会 不能言传 喂 你过来 小桃 把鸭子丢下 抱我一下 那 那怎么行啊 我已经有人了 叫你抱你就抱 又不叫你负责 可是小桃 我不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男人啊 我是说 我得为家里那个着想 气死我了 你抱我一下 我给你十个招逼 不要吧 二十个 够你买十只鸭子了 我拼了 怎么没有被雷劈一的感觉呢 干嘛 别走 再抱我一下 还要抱啊 那 那你再加十个刀币吧 你还讨价还价 好 我给 你们在干什么 我 告 告遥大人 不关我的事情 是小桃 是她让我这么干的 难怪我没有被雷劈的感觉 原来你不是男人 好你个小桃啊 我说小姐怎么越来越不听话 越不服软了 有你这个小丫头跟着 她听话才怪呢 高遥大人 其实 其实 叫小姐听话也不难啊 你能让小姐听话 姑娘长大了都不好管 要小姐听话 叫她出嫁就行了 你说得倒容易 你又不是不知道小姐的心气 我倒希望她看上谁呢 就算她能看上谁啊 这瑶都城里哪个敢娶她呀 除了那不要命的 不用担心 小姐这次 倒真是看上一个人了 谁呀 后裔啊 后 后裔 对啊 后裔 白玉 吴刚 白玉 茶老姐 白玉 你什么时候到窑渡的 我今天早上才到的 后裔没跟你一起来啊 哦 本来是要来的 不过 她被人叫去领赏了 真的 哎呀 这次肯定会有重赏哦 这只英雄得到大赏以后 你们是不是应该就要成亲了呀 嗯 这个 这个都把殿下来再说吧 对了 后裔让我把灵芝拿过来 吴刚怎么样了 哎 一看就知道了嘛 以前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将军府 如今就剩下我跟吴刚哥哥两个人了 都怪那个该死的黑婆婆放什么金屋嘛 害得吴刚哥哥胳膊也断了 兄弟也死了 哦 对了 这个 给你 这是什么 这不是 吴刚哥哥说了 你们俩的亲事是爹娘给定下来的 可是 你们俩一次面都没有见过 就这么整整耽误了你十年 现在 现在你和后裔真心相爱了 他也不应该再横在中间了 吴刚哥哥还说了 这个玉佩啊 是你们的定亲玉佩 现在已经不属于他了 他让我转交给你 因为我现在说你 这边就想要我 我还是要我 你只是想要我 如果我才能够 你敢想要我 你敢说我 我还是要我 你敢说我 你敢想要我 你敢说我 你敢说我 你敢想要我 你敢说我 我敢说我 你敢说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公他人呢 他去军营里 看他那帮兄弟去了 老爷 摄儿英雄后裔来了 后裔叩见高姚大人 快快起来 快快起来 谢谢高尤大人 高尤大人 高尤大人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侯爷啊 我问问你 你家里头还有什么亲人哪 侯爷是个孤儿 一个亲人也没有 可怜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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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你 你成亲没有啊 没有 不过我想等在瑶都安定下来以后 准备成亲 好 这就对了 你的想法 跟我的想法一样啊 这成亲哪 这该成亲 他就得成亲哪 这有什么可害臊的呢 这是人之常情吗 好 好 好好好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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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遇来了 后遇来了 真的 在哪儿呢 在老爷那儿 老爷跟他说话呢 好 赵头 走 我们看看去 你 来 看 长河 长河 干嘛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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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喘吁吁的 干吗呀爹 哎呀 行 你看 爹给您拿什么来了 哎呀 一个破顶 有什么用啊 破顶啊 行行 来来来 走走走 你听爹说啊 这瑶都有个风俗 一个男人 想把一个女人娶回家 他就得先把这个顶啊 娶回家 这有钱人家啊 是桶顶 这没钱人家 是桃顶 这有钱人家的顶大一点 没钱人家的呢 小一点 好奇怪的风俗 我们黑山就没那么麻烦 这里是瑶都啊 肯定跟咱们黑山那种小地方 要不一样一些嘛 咱们也要入乡随俗啊 可是 这个顶有什么用呢 这顶里头啊 写着姑娘的深沉拔字呢 要是家里的长辈啊 把这顶给了小伙子 小伙子也把它 取回家去了 那就说明 这门亲事沉了 很有意思的风俗 嗯 不过 我们又不是本地人 应该不用了吧 哎呀 什么叫做不用了 咱们以后啊 就是瑶都的人了 瑶都的风俗 就是咱们的风俗 咱们得按瑶都的规矩 办事儿对吧 这个顶啊 你装着 哦 好吧 哎呀 年轻有为啊 怪不得英罗她 哦 怪不得大瑶如此之欣赏你啊 哦 那 那谢大瑶 侯爷啊 我们大瑶至下呀 有功必赏 有过必伐 前些日子 你摄日立下大功 你要个什么风赏啊 我想进军营带兵打仗 哦 年轻人有志气 啊 你想带兵打仗 本来没有什么 可是你年纪轻轻的 又没打过仗 直接进军营 恐怕不太妥吧 再者说了 咱们两家也不算外人了 你想啊 我为相 任命你为将 还是不妥呀 这样吧 我先封你个副掌兵先 到军营里 当个石钉掌 先熟悉熟悉环境 哦 石钉掌 那带几个兵了 有十个兵啊 如果加上你的话 那就是十个以上了 那 多谢高尤大人 咱们宫事谈完了 我们聊点私事吧 侯仪啊 在 你看 我那边啊 有口大鼎 你愿意把它娶回家吗 去回家 去回家 看来啊 是难为你喽 哦 原来是想看看我的力气 这有什么难的呀 来 来 果然有勇气啊 大人 那我就告辞了 嗯 看来 她真的看中我的女儿了 一点都不迟疑 好 好啊 小姐 你终于要嫁出去了 我也没想到她会这么爽快 这就代表她比你更迫不及待 这将不是一段美好的姻缘 我马上去找她 哎 不行 矜持点吧 好不容易要嫁出去了 别又吓到她了 但是我想去找她呀 哎呀 这种事当然由我去做了 嗯 你去把她请回来 我有话跟她说 好好好 我马上就去 按你说的办 嗯 这顶放盖挺合适的嘛 这不是搞有大人家 那种大顶呢 是啊 是啊 我看也只有那奢侈英雄 赶取那英罗了 这话让你说的 你还挺遗憾的 你要是能举得动 你也取啊 对 对 举得动我也不取啊 谁也不知道那英罗 是一个活生生的女霸啊 对 对 对 你先喝点水吧 吴刚怎么样 吴刚啊 现在可惨了 惨 可怎么会呢 也不知道是谁造的谣 说吴刚的手臂断了 就当不成大将军了 所以家蒲拳跑了 现在只剩下白玉陪他喽 好 那我得去看看他 侯爷 高遥 他封了一个什么官啊 副掌兵衔 在军营里就是十丁掌 这么小啊 不小了 我刚进军营 就要我带十个兵 正合我意 很厉害了 那就没别的封赏 没了 那你就这么回来了 我说你是傻呀 你还是笨哪 你立了天大的功啊 这大遥和高遥 就赏你这么芝麻大的小兵头 你如果连这个你也满足了 你 你也太没出息了你 我能进军营就已经很满足了 您想人家吴刚能当大将军 那是上班场仗打出来的 我不能因为摄氏有功 就鞠躬自傲 要引领千驹万马 要当大将军啊 得和自己本事打出来 说得好 好什么好啊 这顶可真够重哪 你试试 你试试 怎么回事啊 我试 去看看 让来 让来 爹 这是哪儿来的 不知道 是我带回来的 谁约你的 谁约你的 高遥大人呢 你说高遥大人多扩计吧 这一个顶得花多少刀壁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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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随便把人的顶给收了呢 盛青南雀 你 那你知道这顶是什么意思吗 我当然知道了 高遥大人对我很赏识 所以他送我这个顶很满意 你们什么意思啊 不喜欢 也不用这个样子吧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个男人 你就赶紧把这个顶给我送回去 那可不行 高遥大人位高权重的 我不好意思拒绝 你 那 你收了他 我怎么办啊 不是 你是你 他是他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我就放到别的地方不就行了吗 我看错你了 嫦娥 站住 老爹 嫦娥怎么这么小气啊 跟一个顶叫什么劲呢 你 你 你就是个唯利是图 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这 这什么呀 有什么事可以好好商量呢吗 还 还 还商量个屁呀 我告诉你 我们家嫦娥 还有这个顶 你只能娶一个 你 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老头虽然只是个小财富 但也不是谁说欺负我 就能欺负他 你气死我了你 你 老爹 你们说 我当然选嫦娥了 难道我给你顶成功婚呀 真是 嫦娥啊 你要不喜欢 我送回去好了 嫦娥 我闹你啊 我实现了 我们上居 还要是 你们俩 你 那就 对不起 这位姑娘是谁呀 殿下 这就是天下第一美女 嫦娥呀 嫦娥 老爹 找到嫦娥没有 找成了我还瞎转有什么 那我们分头去找 好 谁呀 瞎眼了你 是姑爷 我正在找你呢 姑爷 对呀 谁想你们家姑爷呀 她 我 对呀 没错 就是今天早晨 你不是连我们家小姐的顶 都举回去了吗 满城的人都知道 那是我们家小姐的生辰八字顶 而且所有的人都看见你举回去了 你还想耍赖啊 是我举的顶怎么了 你还问怎么了 这是人家尤都的规矩 这顶里头写着人家女孩的生辰八字 人家受顶你接顶 这就表示完成了任亲和定亲的仪式 你把别人家的顶取回来 你就得把人家的姑娘取回家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干什么去呀 退顶 这还差别 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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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姑爷姑爷的叫这么亲人 搞了半天 原来是你们家小姐横刀夺爱 这怎么能叫横刀夺爱呢 亲家老爷 这是你们家的福分 谁是你亲家老爷 我告诉你啊 我是后裔他岳父 什么 你不是说自己是他爹吗 等我女儿嫁给他了 我自然是他爹 明白 回去告诉你们家小姐啊 想从我这儿挖墙 没门 嫦娥呢 白玉 白玉 别理我 烦着呢 怎么了 谁又惹你了 长老姐是你啊 还能有谁啊 还不是那五缸大猪头 只是一点都不解风情 什么都不懂 又是男人 他不懂 你可以慢慢劝他吗 也不知道他是哪根筋搭错了 居然想把我嫁给别人 嫁给谁啊 嗯 五哥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刚才长老姐也来过咯 她说啊 只要后裔定下来以后啊 她们两个叫成青了 成青啊 好啊 白玉 你没有想过要成青吗 成青呀 我也想啊 我天天都想着成青呢 你真这么想 哎呀 哎呀 你也这么想啊 哎呀 那我们真正想到一块去了呢 哈哈哈哈 哎 我只是想盼着你 越早成青越好啊 嗯 哎 那你想什么时候成青呢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真这么急啊 跟我一样 是个急性女 那好吧 我这就去给你介绍 我们军里最不缺的就是男人了 哈哈哈哈哈哈 淳王姐 你看吧 他说的是什么话嘛 白玉 我觉得 你应该理解五刚的心情啊 理解什么 不理解 不理解 她刚断了一条手臂 成了半个废人 难免有一些自卑吗 我看她现在是 缺一条胳膊 反而看不上我了 想找一个 缺一条腿的女人 搭杯过了 你别胡思乱想了 她是怕拖累你 才会回避你的 你可千万别这样 这个时候啊 一定要好好安慰她才是啊 我也知道 可是我才不怕拖累呢 我这辈子是赖上她了 你能这么想就好了 你这样的话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真是羡慕你跟后裔哟 后裔领赏完了吧 你们什么时候成婚呢 还成婚 发婚还差不多 她居然要举高摇的前进 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 她把人家小姐的 生辰八字顶都抱回来了 还有什么不可能的 后裔果然是后裔哦 追女孩子的速度 跟射箭一样快 我觉得 后裔好像不会是这种人的 其实 我也觉得 她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哦 那你觉得 有没有可能 她真的不知道 那顶是什么意思啊 嗯 我也这么觉得 嫦娥姐 你就不要再生后裔的气了 嗯 不过这样也好 妖毒的规矩那么多 她这个人马马虎虎的 不然啊 指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呢 正好 给她点教训 嗯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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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将军 吴将军 对呀 我才是将军哪 吴刚 吴刚 把他查 把东西给我 吴刚 我把话挑面跟你说吧 我 我就是来取病符的 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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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这么点胆量 还想当大将军哪 殿下 殿下 您不要以为 只有吴刚一人上过战场 虽然我冯蒙没有他打得胜仗多 但我也是身经百战哪 您还记得上次打九苗吧 我也是伤痕累累 那是身负重伤啊 重伤 别人伤的都是前胸 你呢 伤的是屁股吧 这说明什么呀 战场复杂 难免出现意外嘛 意外 就是因为这些意外 你才能捡回这条狗命吧 撤退得还真算快啊 属下不改 行了 我没工夫跟你说这些 我今天来 是来看看我的好兄弟 被彻职的大将军的 不过冯蒙我告诉你 论才智论武功 你根本比不上吴刚 更不用说行军打仗的经验了 所以以后行事 你给我小心一点 及时向我通报 冯蒙誓死效忠殿下 走吧 吴刚不在 殿下 那个吴刚 能同意把大将军的位子 让出来吗 他不仅会同意 而且 他还会主动 把这个将军府也让出来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对啊 他还拿着衣服啊 对啊 你看 他怎么回事啊 看他 怎么回事啊 他也不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对啊 他怎么回事啊 拿着衣服啊 别搞不事啊 是姑爷 来 请进 请进 别叫我姑爷 我是来退顶的 退顶啊 老爷不在 不在 老爷 高阳大人 我知道您在里面 我后裔 不了解瑶都的风俗人情 贸然领走了令前进的顶 现在特来 退顶谢罪的 高阳大人 去吗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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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阳大人 我是真不知道 这顶会有这种说法 幸好前后不凑过一个时辰 我把它及时送回来了 一个时辰 你说得倒轻巧 不管你几个时辰 既然你把顶拿走了 你就要负责 你让大家伙看看 在瑶都 哪有同意拿走 人家姑娘的顶 再给退回来的道理呀 高阳大人 您是清楚的 我后裔刚到瑶都 对这里的风俗不了解 您没告诉我呀 这么说 你说我给你下了套了 不 不是 但是只要能退顶 让我怎么样都行 怎么都行 今天 我要让你把这顶 给我退回来 我女儿一生的清誉 就都给毁了 你把顶给我拿回去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高阳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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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裔有婚约在身 这顶非退不可 高阳大人 小姐 报好了 报好了 慌什么 我刚打听清楚了 原来我们昨天看见的那个人 不是后裔他爹 而是他想要当后裔他爹 他有个女儿叫嫦娥 后裔很喜欢嫦娥 他们近期就要成亲了 要是后裔他真的娶了嫦娥 那今天早上看见的那个不是后裔他爹 而是想当后裔他爹的那个人 就真的变成后裔他爹了 小姐 我们搞错了 你在说什么呀 乱七八糟的 我一句都没听清楚 简单点儿 是 小姐 后 后裔已经有心上人了 他们 他们近期就会成婚 要是他们完婚 那今天早上 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请你过门的 不可能 我小鼎他都收了 那 那是他不知道鼎的意思吗 误打误撞 才把鼎举回去的 怎么可能呢 开玩笑啊 这是真的 他现在为了嫦娥 正在门口退鼎呢 什么 我现在去找他 小姐 小姐 现在不能见后裔的 没错 我现在去找他 实在太没面子了 我要冷静 小桃 你打听出嫦娥长得什么样了吗 不用问 一定没有想见你好看 那 那他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不用问 一定没有你们认识的浪漫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在装傻 是啊 不 不是 不是 只是 据说 据说那个嫦娥 长得像 仙女的容貌 要么你的身材 黄鹰的声音 破破流水的羞发 我想 世界上 没有哪个男人 可以挡得住他的魅力 跟我比呢 那怎么能比啊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上 哪个在天上 那 那当然是 你 那当然是小姐您了 是小桃 小桃 拿我的打换刀来 小姐这是干什么 我要去杀了他 不自量力的女人 竟敢跟我抢男人 可是 可是 大门口已经被后裔给堵住了 笨蛋 走后门呢 殿下 这兵权 总算是被我们拿到手了 现在这兵府也到手了 可大瑶那边 会不会没过三五天 就把我换起来呀 我看现在你最大的对手啊 就是后裔 后裔这个人我不太了解 等等吧 看看再说 那 那殿下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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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裔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您不是让我盯着他吗 我从臣时就盯着他 刚赏我 他把高瑶家的顶 给搬走了 是英罗家的顶吗 真是啊 这母老虎的顶 他也敢搬啊 还有新鲜的呢 他搬走了不到一个时辰 就搬回来了 说是要退顶 全城百姓议论纷纷 都说这次搞咬啊 可是丢大人了 没错 丢大人了 退回来 退回来啦 嫦娥 可算找着你了 找到我有什么用 后裔还不是收了别人的顶 后裔呀 不知道这顶的规矩 他现在给人家退顶去了 真的 不过这能不能退掉 殿也没谱啊 我的意思啊 咱俩现在赶快去 把你和后裔那个关系 给人家说清楚 不能让他们节足先登啊 他们怎么不能强架吧 哎呦 我的傻女儿啊 你知道想要嫁给后裔的 这个人是谁呀 高谣的女儿 大四里高谣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 这高谣可是姚渡的大人物啊 有权 整个姚渡除了大谣 就她最大 你怕了 我 我怕 我没空呢 我是在想哪 这堂堂的相府 跟我一个穷裁缝针女婿 这为什么呀 肯定是啊 她看中这后裔呀 前途光明 所以你说 这么好的女婿 爹能放走 那怎么办啊 没事 有爹给你撑腰呢 看谁能欺负咱们 那咱赶紧去吧 快快快快 走走走 快快 小姐 就是她 就是她 有胡子那个 那个是后裔她爹呀 不是 就是想当后裔她爹的那个爹 你 小姐 站住 有胡子那个 你女儿呢 这就是我女儿嫦娥 我 你就是嫦娥 你就是嫦娥 你是谁呀 你不用管我是谁 我今天就是来收拾你的 你这死人了吧 我还有事 如果你答应我 从此不再纠缠后裔 我就放你一马 你就是高养府千金是吧 对呀 就是我 只有我高养府的千金 才配得上后裔 今天我就要在这儿跟你比试 比就比 比什么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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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说 我要你说 好 刀枪滚爆十八版武艺 只要天下有的 没有我不会的 我看你真是大风嘴里 狂吹呀 你